詹黄去湖人点燃了整个NBA而维德最近却过得很舒服 近日整个NBA都弥漫在一片交易的硝烟中 詹黄龙指导去湖人考神加盟勇士 而伦纳德去向何处 现在也无从知晓 巴塞的紧身内衣维德远离了这个交易的硝烟 带着妻子去了巴塞罗那游玩 真是悠闲 享受啊 维德也穿起了巴塞的球衣 但是尺寸似乎有点小 穿出了紧身内衣的感觉 哈哈 从伦德的笑脸中也不难看出真是高兴啊 反观伦德本赛季也回到了热火 那个他曾经辉煌的麦阿密 虽然老了 自身状态也大不如从前 但是伦德就是麦阿密的对魂 没有伦德的热火 是没有灵魂的 曾经的詹伟连线 也只能在脑海偶尔略过 近日采访中伦德也透露 自己在退役后 想成为一个球队的股东 也不会买下一个球队 因为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 短短的带着笑意的几句话 真的听了挺让人有所感触 就是这么真实 当年詹皇加盟 维德为了不产生矛盾无私地 让出了老大的位置 之后为了球队 自己也选择降薪 你永远是我们的老大 这是维德和娇琪的海滩照 希望他们玩得开心 期待下赛季 比赛场上能继续看到你的精彩表现 喜欢小编的可以点一点关注 你的关注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